欢迎来到一步一千坤 这一期我们去加拿利群岛 这里是已故台湾女作家三毛的故居 也是她一生中最难割舍的地方 那一次我们离开了葡萄牙的李斯本 飞到了西班牙的海外属地 加拿利群岛 加拿利群岛是由七个小岛出生的 就是三毛在她的《逍遥祈祷游》中所说的 大西洋中的七颗钻石 这里是重要的航海航线 也是欧洲人的度假天堂 再加上三毛的传奇爱情传说 让这七颗钻石变得更加光彩夺目 这里只有一个季节 那就是春天 在欧洲传说了这么一句话 巴黎你只想来一次 可是加拿利群岛 你每年都想来 这里物产丰富 物价便宜 这家党式自助餐只需要七个欧元 这里四季游村 分和日丽 分光宜人 这里是哥伦布的故居 现在成了一个博物馆 传说哥伦布的船队从这里出发 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这些陈旧的历史文件难得一见 见证了那个大航海的时代 这是当年欧洲列强 挂分新大陆的书面 和约文书 地图地窃等等 他们口中的法律文件 这是西班牙的地道者 伊莎贝拉女王 这个博物馆的展品 都在展示着 那个大航海时代 胜利者的高光时刻 像不像骄傲的西班牙人 我们赶上了复活节的礼拜五 耶稣受难日 这里是加拿利群岛天主教的主教座堂 圣安娜大教堂 在这个最重要的日子 举行一个最最重要的仪式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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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坐上巴士 去探访三毛的故居 三毛的故居 在一个临海的小镇上 名字叫泰尔德 据说 这是三毛和他的大胡子和西 生活了很多年的地方 这里也是三毛最难割舍的地方 几乎是他生命的全部 很快就找到了三毛那条街 这个房子就是三毛以前的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从三毛的房子走下来几百米 来到海边 就到了三毛角 这是当地西班牙人社区 在三毛过世以后为他设立的 为了来探访三毛的华人 也为了纪念他们这里曾经有过一位影响力非凡的华人作家 赢得过数也数不清的读者 三毛角的旁边就是那家三毛生前经常光顾的餐厅 这里生意很旺 有很多三毛的元素 菜单上有中文 还有一道菜叫三毛丸子 这道菜就是用三毛的名字命名的 这是因为有众多的三毛读者来这里探访 追忆三毛 这里是三毛生前的好友南西开的中餐厅 南西也是来自台湾 他在这里保存着三毛生前的很多记忆 如果你是三毛的忠实粉丝 来到这里 那么南西一定会拿出来给你看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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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毛生命中的最后篇章 是西部歌王王洛宾 接下来的故事不随人愿 三毛的最后一次心动 无疾而终 还带走了他的生命 游王在大悲大痛之中 写下了他晚年最后一首情歌 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在徘徊 人生本是一场你遗忘的梦 我将我责怪 我将我责怪 为怕遗憾输回来 我也去等待 每当远远时对着那寒暖 说独自膜败 你永远不再回来 我永远等待等待等待 等待你回来 等待你回来 回来